大家好 欢迎收看您的视频道 今天我想聊一下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官员终于在公开的场合就承认 中国的经济处于一种通缩状态 因为之前一直否认 虽然这已经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 全世界都在报道中国通缩 而且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了 这已经好几年了可以说是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然后呢围绕着中国的舆论 围绕着这个事情就开始 大家就在探讨解决方案是什么 到底什么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其实我在海外的 早已经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解决方案是什么 早都不知道台湾多少遍了 这是很明显的 你要说深一点说浅一点都可以 说的最彻底一点不就是中共自己 他你完全不能适应他的体制了 是必然会出现的 你一只脚走路 别人扯着蛋 就是这样你光有 光在经济上学海外 西方你政治上你完全不改 最后就这结果 我们在海外可以这样说 那中国他肯定不能这样说 所以在中国大家就在探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探讨来探讨去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消费了 当然最明显的大家都看得见的原因 就是都没钱了 都是所有的人收入都减少了 你要再说为什么大家收入减少 这个也很明显 不就是房地产崩盘了吗 你经济当中 整个房地产占中国 GDP大概有三分之一 以及他关联企业 这么大块都垮塌成这样 都崩盘了 而且还没底 还接着加速的在崩 那当然会造成这么一个 他当然会吸走非常多的流动性 就造成一个流动性危机了 那是肯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这么一个现象 当然大家又你要再进一步 你说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会崩盘 那就中国的经济学校就不好公开的去解释了 那我们在海外就可以说 这就是中共你可以把它叫做地产党 它早就吃上了房地产这一口很容易吃的饭 或者说是毒品 太西上了这个东西就不能自拔了 就是这个是来前来的最快的 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收割机 当然中国的房地产之前 也是从来这个土地的被垄断到中共手里边 从来没有货币化过 这么货币化也不会 哇真的就带来红利就太多 咱就不从那个方面再说了 那个说下去以前也说过 咱就不啰嗦那方面了 但是这也是大家能看到的一面 这一条线上其实 它的逻辑就是大家的收入减少 整个社会的你比如说这一个产业 它都垮掉了 那和这产业相关的人全部都没收入了 然后呢 所有中国居民的百分之七八十的资产 都已经叫做什么 全部锁死在里边了 或者说都不知道掉了百分之多少了 很多人可能你买到那样的房子 就更别说了 或者怎么知道 都可以说倾家荡产这种人 如果没有的 即使你手里面有房产的 那是房产现在值多少钱也不知道了 流动性极差 也没有什么财富大幅缩水 就这种状况 所以没有问题 是因为很多人收入急剧的减少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除了这个之后还有 还有更重要的 我想很多很多人都 就没有在谈 在往下谈了 其实还有一点 就为什么中国的的的确确都损失了 这个收入减少财产损失了 但为什么中国企业 仍然不投资 你说虽然经济在往下降 虽然 虽然 大家的消费力可能越来越弱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经济当中 一点光量都没有 或者说 你不能说我们 各行各业 所有的企业 都在看淡这个经济 为什么这就没有人能够挣到钱 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 如果我是在中国的一个企业家 那我 我要投资或者不投资 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 我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我能 我过去的经验 或者我最近这几年经验 往里面投了 我挣到钱没有 发生了什么 那其实最近几年 给几乎中国所有的企业 都是往里面投多少钱 投的越多 损失越多 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了 就是不能再投资了 其实我们换一句话做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 中国的这个经济 它的运转模式 它目前中国这个经济 这个机器 就是个绞肉机 它这个机器 必然把你所有在这个机器里面 运转的这些企业 这些个人 给你刮得一穷二白 然后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从中间获盈利 你根本你没有办法造血 然后自己站起来 然后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运行 变成一个有机增长的运行 其实之前这种现象很早很早之前就发生了 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但是它被社会上当时的经济的其他的趋势 其他的假象所掩盖 比如说我们说 比如说我们举个这个拼多多或者是淘宝的例子 你看淘宝当时发展起来的时候 它第一句却 如果你仅看淘宝这一个公司 它可以说是爆发性增长 那牛得很 那很快 它就变成巨型公司了 那马云一下子变成中国的首富了 但你要知道这后面的代价是什么 当然马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马云后面也 马上马云就变成了一个白手套 马云其实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个白手套 他后面 他一旦这个模式被权贵看中的时候 权贵资本已经控制了整个阿里的这个资本了 阿里后面是有权贵资本在后面的 那我们要说那整个比如说淘宝或者阿里系 它的发展它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代价 它基本上把中国的实体企业 实体经济给摧毁了七零八落 因为它显然和那些百货公司 它有一种不公平的一种优势在里头 好 它的的确让这个中国实体经济 复苏了惨痛代价之后 它成长起来了 所以这种成长 你如果光看它这一企业 你觉得好牛好牛 中国的经济也太厉害了 但你要知道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整个经济为此复苏了多大代价 那我们再看这个拼多多 拼多多又 又站在阿里的这个下面 又成长起来了 拼多多成长起来 其实是伴随着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消费快速的降级 这么一个大背景的 而且拼多多可以说 把一些甚至一些小商店 都给你摧毁了 当然这两个例子 还是中国最 这个经济当中最闪光的例子 那其他的那种自相残杀的这种 或者说杀鸡取缆式的经济发展 就是多得非常非常之多 在各行业里面都有 那比如说房地产 我们再继续 它的发展就是吸干中国人所有的血汗 然后给你一个根本不值这个钱的一个假资产 这个过程 它代价是这大的 但在它崩盘之前 你是看不出来的 在它崩盘之前 你都觉得哇我们你付我付 大家都付了 我们都沉上了 撞上这个风口了 我们一起飞起来了 但它一旦崩盘 你都不知道你的钱去哪里了 这钱 有人就在中国发出天问 就说银行也在亏 企业也在亏 政府现在也负债累累 个人现在也破产 钱到哪去了 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钱到哪去了 那就是中共它设计的这套经济机器 它是个绞肉机 它是个价值毁灭器 有人会说 这个拼多多起来了吗 这个我们大家都省钱了 这多好啊 是的 你从一个公司看是这样 但是你从整体上看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劣币驱逐良笔 你走你那个渠道 我如果要从拼多多上挣钱 我不知道把这个成本卡到多少多低 而且我因为这个平台竞争 它这种模式太内卷了 太太血腥了 所以导致了这些卖货的 这些厂家利润薄的只够自己 也就是你不可能挣多少丰厚的利润 没有丰厚的利润 你就不可能有品牌的建立 也不可能有质量的提高 也不可能有技术的进步 中国的很多公司 都没有能力再投入到新的研发当中 就不可能推进创新 整个社会就在一种非常低水平的基础上 在那儿鸿海血海残杀 这就是中共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我们还不用说后面这些权贵是怎么吸的血 所以中国的经济它是一个损耗极大的一个机器 所以如果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就算他也很有聪明才子 他等在中国经济里面折腾足够多少时间之后 他突然会发现自己真的就亏的差不多了 自己特别是现在这种状况 等全部崩盘的时候 就是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午餐结束的时候一片狼藉 他们很多人血本无归 或者说他们现在如果再往里面投钱 他们也知道了投多少损失多少 因为这个机器 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 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吃人的 一个损耗极大的一个绞肉机 绞肉机式的机器 这个机器现在已经运转不下去了 所以说中国的那些银行 你看机器运转 现在慢了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没人愿投资了 大家效率越来越低了 收入狂跌 已经中间一些部分崩盘了 怎么办 印钱 好现在所有的参与者 特别是这些民营企业家 他们已经发现我敢去借钱吗 我去银行借了钱 他们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经验了 或者他们的打击已经足够大了 他们再去借钱 再投进去 也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那只能亏损更多了 所以大家不做了 这生意 所以躺平这两个字还真不是简单说的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就是没机会 就我消费最低 我勉强糊口 我啥也不花钱了 我就躺平了 这样 我能赖的钱我就赖了 我不还了 我不能赖的 我只剩那么多钱 我就是躺着 我就少吃 少喝 我少花钱 这是普通老百姓的 那对于企业家来说 民营企业家来说 那躺平就是再也不投资了 我有钱我赶紧转走 或者说取成现金放在窗底下 或者堆成外币 有的买成黄金 还有金融行业的人就是就买国债去了 然后呢 中国这个角落机经济 终于大家认识它的真实的面目了 它真实面目终于曝光了 因为之前还掩盖着这个紫面财富当中 还没有人看到 尤其是这个现实有这么残酷 他们还 他们的钱 自己的努力血汗 全部都折腾到这个机器当中了 他们似乎看着 我还有紫面价值还是很不错的 我虽然之前一直没怎么拿回来 我哪天把我的紫面价值兑换出来 现在一看 紫面价值归零了 一切都是黄粱一梦 所以 你说它有什么解决办法 它唯一的办法 中国现在它正要从这套 唯一方法就是改造这机器 你就中共 你这套运行机器从上到下 你就得重新改造了 你这种是吃人的 或者说纯粹的绞入畸形的发展模式 发展机制 你越赚的凶 你死越快 亏损越大 最后再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就是跟建设房地产一样的 现在房地产就是一个小型的 中国的整体的经济机器的一个中间的一部分 你比如说现在都说房地产已经崩塌了 正是因为这一部分资产崩塌 直接导致了中国这么巨大的财务问题 财务黑洞 那怎么办 有人就说得救 中国那个高三文 其实是挺有水平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还说你中国中央银行 敢不敢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全部压上去 也就是说把中国的国运 把中国政府你有多少钱 因为他知道房地产太重要 好你中共你有多少钱 全压在房地产上 你敢这样做吗 问题是他说我真的这样做了 他死得更快 为什么后来搞三刀红线 为什么习近平看着习近平不得不就把房地产给杀死了 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房地产 他们想赶紧划个切断联系 因为他不敢再往房地产里面投钱了 他知道那个东西是个绞肉机 那是个价值毁灭器 所以现在如果真的像高三文这些 经济学家建议呢 把这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扔进去 那中国就整个国家破产就很快了 因为你要拖住房地产行 你就得给这个所有的这些烂尾楼买单 你要让这些 中国要把这个房地产掉的价钱给他抬回来 那行 那意味着那些已经亏了本的那些项目 就是你还得往里面投钱 你抬得回来吗 你根本就抬不回来 也不会有人再要 因为中国房地产早就过剩了 那些已经没有价值了 他们知道那房子没价值 好所以我今天就强调一点 其实本质在于中共的这套经济机器 就是个价值毁灭机 就是个绞肉机 其实很多人你看清楚这一点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 在这条绞肉机没有彻底的改造之前 他们不往里面投钱了 投进去以至于肉包子打扣的 不会有任何回报的 所以他们将会停着 啥也不做 中共会不会拿在枪上面 叫这些民营企业家投钱呢 不可能 所以那是无解的 中共只能自己改造自己 自己在自己身上动刀子 自己把自己的经济 从侧头之后的改造 我想他们连这点都认识不到 这根本就不可能来改造它 将会发生什么 咱们拭目以待 好 今天下期再见 拜拜